高考一结束,各大高校的招生大战就拉开战幕 你可能以为大学的招生广告是这样的 有板有眼,规规矩矩 你可能以为大学的招生宣传片是这样的 装重大气,四平八稳 但在学生们的积极助力下 各大高校的招生画风变成了这个样子 为了吸引考生报考 各大高校挖空心思出了不少新招奇招 快来和小心看看 今年各高校祭出了怎样的大招 花式海报,营销鬼才 灵感来源于生活 不少高校将招生文案做成似曾相识的小说文案 谈创广告,椰植包装 将母校花式安利给正在择校的高考生们 重庆大学的招生海报不看到最后 还以为又是一本网络小说 安徽师范大学的海报 同学们将学校的介绍和游戏 练语制作人海报进行了一番创意改编 清华大学的海报派出了一群可爱的小黄鸭 小黄鸭摇旗呐喊 在清华等你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海报 则参考了某饮料品牌的经典设计 熟悉的风格,不同的味道 还有这款彩虹海报 借鉴了网站广告栏的设计 直接用颜色给你最极致的冲击 鬼畜剪辑猝不及防 凌云龙魔性画风加鬼畜剪辑 男生尖叫板狂浪配破音处理 让人耳朵仿佛怀孕 让人怀疑这真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火箭军官方微博发的视频吗 随后 火箭军工程大学官方微博 火大青春 应声抢占 热评一楼 让人突然明白 这竟然是一条招生广告 组合招生 假装dis 火箭大学的排放多大多高多美 欢迎报考中国人民大学 跑到对方校门口宣传 这不是搞事情吗 没想到主夜君跑出来卖了个萌 哇 原来这是商量好的套路呀 爽了再教生 让高考生心动 或许你知道陕西师范大学 但你知道陕西吃瓜大学吗 近日 陕西师范大学的微博上 就晒出了吃瓜酒图 邀请考生一起来到陕师大 聚众吃瓜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呢 除了吃瓜 还可以蹦迪 河海大学专门为毕业生准备的 草地音乐节 即毕业歌会 火爆网络 顺便借河海蹦迪大学的走红 宣传了一波学校的 办学历史和优势 突然被修一脸 各大高校人才济济 有秀才艺的 武汉科技大学美女老师 组团自编舞蹈 在校园内拍摄了一组 以知否知否为主题的MV 为学校代言推荐学校的美景 有秀大咖的 上海交大 直接搬出了自己的两位科学界元老 有秀美食的 山东大学为了考生的到来 特意准备了一桌好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更是直接派出食堂厨师代言 山东大学不光秀美食 还秀猫 喂喂喂 反规了 看完这些花样招生文案 有网友感叹 大学读了几年没发现 原来母校可以这样皮 也有高考生不得不向父母成亲 爸爸妈妈 你们听我解释 我要报考的 真不是什么不正经大学